哈喽,我是老师妹 这一期我们来勾制一款非常简单的猫咪圆盘收纳 也可以作为备垫使用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主题的部分 毛线采用双骨线勾制 首先环形起针 然后绕线圈,编织7个短针 切针结束,收紧线圈 将线一次性拉出 接着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发针 第二圈首先锁一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两个短针 接着后面继续 在每一个针目上各编织两个短针 这一圈一共增加7个针目 编织14个短针 第二圈结束 同样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引发针 第三圈锁一针 首先第一针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第二针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这样每个一针增加一针 一共增加7个针目 编织21个短针 后面第四圈 首先锁一针 然后在第一个针目上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第二针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第三针 编织一个短针 这样每四针 为一组 重复编织 一共增加7个针目 编织28个短针 第五圈 第五圈 同样增加7个针目 首先顺序编织三个短针 接着第四针 增加一针 编织两个短针 这样每隔三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35段针 后面第六圈 到第八圈 继续 每一圈各增加7针 一直加针指 56个针目 第九圈和第十圈 针数不变 每一圈各编织 56个短针 好了这里呢 就是主体的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 耳朵的部分 首先环形起针 然后绕线圈 编织 六个短针 六针结束 收紧一线圈 将线一次性拉出 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 引八针 第二圈 首先锁一针 这一圈一共 增加三个针目 每隔一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 九个短针 后面第三圈 针数不变 同样编织 九个短针 第四圈 首先锁一针 这一圈一共 增加三个针目 每隔两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 十二个短针 后面第五圈 同样增加三个针目 每隔三针 增加一针 一共编织 十五个短针 好了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 尾巴的部分 首先环形起针 第一圈至第十一圈 针数不变 每一圈各编织 六个短针 接下来我们将耳朵和尾巴的部分 固定到主体上 又有到够线 卖了 针数不变 hh 对 歌 过来 好了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